三名学生在五号之路口要过马路 但路过车辆却没减速停让 仔细数一数一共7辆7机车 为减速里让行人而是直接通过 学生们一度尝试向前走 但又被车辆逼退 目击民众将这一幕po上网 批评看来是罚的还不够重 也有不少网友支持应该检举 18地点就在南投普里国中 校门口的斑马线没有行人穿越后置 要过马路得靠行人眼观四面而听八方 我觉得还是要理让行人 可是我觉得行人自己走路就要赶快 不要慢慢走也不要看手 就是这样子互相吧 警方检视汽车的行车记录影像后 认为这些车辆为了让行人有违规之余 影片显示的非常地明确 那么我们会依规定来查明之后来做举发 没有停让行人的话 是以道交条例第44条 汽车的部分可以处1200 那汽车的部分可以处最高6000的一个滑缓 行经行人穿越道 驾驶还是得减速注意 里让行人避免荷包失血